研究人员将含有影子、碳针及氨基酸单元的试剂滴入试管中 再放入聚合酶连锁反应仪 就能快速评估水体中有害蓝绿菌的数量 成功大学教授林财富指出 台湾公共给水有60%以上仰赖水库的供给 受限于集水区管理困难度大 水库优氧化常导致蓝绿菌枣滑 以及半生的毒素与臭味问题 但只要知道菌种的数量 就能投下适量的化学药剂 增进用水安全的保障 以往你如果只看到藻类存在的时候 它有时候搞不好没有毒素 所以你不一定要施加那么多的药剂 那有时候你搞不好是低估它的毒素 你是添加太少的药剂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有前面这一段比较精确的结果 有后面这边你就可以比较有把握来施加 因此他们首创整合有害藻类快速监测技术 与水源水厂处理技术 将相关仪器与设备放置于移动监测车 并在全台29座水库巡回检测 目前已进行超过500次应用 若与传统的技术相比 检测时间快了30倍 传统的大概你可能做一个样品要一个小时 所以如果我们有30个样品 你给它30个小时 那用我们这个技术的话 我们30个样品呢 只要大概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个这个结果 那我们90个样品一样也是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 林财富也指出 这项技术 近年陆续输出至美国 澳洲 菲律宾 泰国 甚至在菲律宾成立台飞联合水职研究中心 协助解决饮用水问题 后续还能延伸应用于水回收场 地下水污染场址 污水处理场 水产养殖等场域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杨文军在台北的采访报道